马上签约48小时 珠峰宇大鼠笔高价签下大外援 广东球迷沸腾了 好 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球迷朋友能给小明的视频 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CB的最新情况 目前来看整个CB呢正在休载期 可以说新赛季即将开始 作为各支球队来说 都在引员备战 希望能够在新的赛季啊 取得获得成绩 在上个赛季最失忆的球队啊 莫过于广东队 广东队在此前收获三连贯 让球迷非常高兴 但是呢在上个赛季 却意外的在半决赛输给刘文队 可以说球迷自然的期盼 这个休载期珠峰宇能够接连引进高水平球员 争取能够再次的拿下总冠军 目前来看在之前 可以说广东队是人员出走比较频繁 包括老将队长周鹏 也是离开球队 下个赛季在四号位五号位上 确实有点抓紧见证 目前来看 在之前也是据多家媒体曝光 球队的在之前受伤的外员 马尚布洛克斯 已经正式的到达国内 与球队进行合练 可以说马尚回归之后呢 作为球迷来说也是非常高兴 因为马尚能力非常强 如果下个赛季 威姆斯离开之后呢 马尚能够火速的填补位置 争取能够再次的扛起球队 赢下关键的比赛 除去马尚加盟球队之后呢 可以说作为珠方宇来说 再次的大手机签下大外员 大家通过图中看一下 根据该名媒体曝光 作为珠方宇来说 他是签下了 在之前欧洲效力的 顶级球员埃里斯 可以说这名球员能力非常强 也是辗转欧洲赛场 也是在欧洲赛场效力多个赛季 能力得到验证 通过该名媒体的爆料 下个赛季呢 他将正式的加盟广队 可以说作为广队球迷来说 是彻底的沸腾了 因为目前来看 随着一件年逐渐老去 如果在大外员位置上 能够有一个比较强硬的外员的话 在下个赛季呢 四五合卫不止于支亏吧 目前来看 随着马尚与埃里斯的正式加盟 可以说 赛季赛季的广队 依然是具备夺冠实力的 不管怎么说 我们希望呢 下个赛季广队能够再次的向冠军发起冲击 因为保留了整体的一个冠军班底 包括赵瑞等人也是相继留下 我们希望呢 新赛季啊 广队能够整军在战 在新赛季呢 能够拿下总冠军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下期的聊